后世又过了几个月,章儿搜寻两个,这几日都按鬼谷子的教导,苦心钻研摆合之道,喘摸之法,这些厚辨之损。 经过那天,鬼谷子的典化之后,两人都有仿然大悟的感觉,这几个月来,可以说个进境神速,就章儿自己来说,他觉得,按照现在领悟的学问,凭自己现在的本事,下山之后,也都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。 但是,自己下不下山好呢? 因为在自己可以下山的时候,他才发觉,原来山上还有一个人,是会令他非常牵挂,是会令他无法割舍。 这个,当然就是自己的施者欲蝎了。 这几晚,章儿每次睡在床上的时候,都是辰转反侧,没办法睡得着觉。 一眉上眼,他就想起《诗经》里面,开篇那几句,求之不得,辰转反侧。 这个时候,章儿才会体会到古人的感受。 比召之下,章儿甚至觉得,这首诗要任重的就是自己现在的心情。 他眉上眼,眼里面浮现出来的是玉蝎万妙的身躯。 看着,眉大眼,耳朵边就好像听到玉蝎弹奏的琴声。 啊,想我章儿,自从出生到现在,除了娘亲之外,都没试过这么爱一个女人的。 只有诗者,只有诗者,令我魂牵梦遥。 只但是,正所谓落花有意,流水无情。 这几年,诗者都好像一心向道,不再属于陈世,如果他根本已经不为情所动, 那就算我将个心闷出来给他看,那都是屠夫奈何而已。 到底诗者,现在是不是真的已经彻底忘情呢? 咦,对了,先生这一排,传授给我们的都是传摸之术,所谓传摸,就是要传摸人家的心意。 我不如将这些技巧,用在诗者身上,找个机会试探一下他。 如果他已经斩断情思,那我也都不用再想了,但是如果他情思未断,那我再向他表白都不迟啊。 我猜不到过了几天,机会就真的来了。 这一招,将而在山鸡里面,刚刚疏洗完笔,来到草堂前面的时候, 见到道童背着个竹窝,拿着把铲仔,灭刀,就不知想去哪儿了。 他顺口笑着说,大师兄,今天究竟有什么事做啊?有什么可以帮手的呢? 道童就说,这个时节是最适宜采约的了,师兄现在呢,要陪蝎姐上山采约啊。 啊?你陪师姐去啊?何时出发啊? 嗯,现在露水太重,不适宜采约的,看来还要再过半个时辰啊。 哦,那你们想去哪儿呢?猴望尖咯? 哎呀,原来去那么远啊,章儿的心一动,索性就说,哎呀,师兄啊, 你和师姐两个去到那么远采约,那万一,如果真的采到很多东西的, 那也要有人帮你背下才是的啊。 那道童听着笑着说,你自己想去而已嘛,那就讲清楚,说我又想去,那就行咯, 要不需要繞这么大的圈啊?啊,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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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张儿马上就说,是啊,老实跟师兄说,师弟这几日呢, 由朝到晚都打坐,哎呀,早就闷了,不如呢,我跟着师兄,出去开一下眼界,一来呢,是活动一下跟骨, 二来,也都跟着师兄,怎么都可以多些见识啊嘛。 道童就笑着说,看你这么口甜舌滑啊,师兄就一于大方些批准你啦,那这样啦,你拿把铲仔,一条长滚,过了一阵,在那等着啦。 张儿应成了声,带齐驾生,没多久,道童就真的来找他啦,两个人一起向着喉望尖进发, 走到半老,就见到玉蝎已经在前边等着他们,玉蝎见到张儿来到,觉得有点奇怪,喂,喂,喂,他来做什么呀? 那道童说,哦,是我叫他来的,那一阵间如果采完药,那就有人帮我们帮啊嘛。 玉蝎听着笑了,嗯,他如果要帮啊,那就现在帮咯咯? 于是,在自己背脊那里,拿着个竹篓下来,就放在路边。 张儿来到,见到玉蝎除了竹篓下来,就即时背起,然后骑骑的声笑着说, 师姐啊,那,你拿这条木棍压阵啦,万日,如果遇到什么山猫猛兽,那师弟这条命仔,就靠了师姐你啦。 三个人又讲又笑,那就上去采药啦。 道童一向跟着鬼谷子,在这里住的时间是最长,所以对边道有些什么药材, 长得成熟味,他的心中早就有数,一路挖下去,哇,好快, 就已经挖了小半竹篓的药材,张儿之前呢,已经跨下海口,所以现在两个竹篓都背在身, 道童在前边挖药,他们两个呢,追着道童一路走, 没多久,张儿是背那些东西最重的嘛,额头都出了汗啦, 玉蝎见到,就很自然地拿了条手巾仔出来,递过来说, 张公子呀,你额头都出了汗啦,快点抹抹啦。 张儿充满情意地望着他一眼,摘过丝巾,放在鼻子里,轻轻闻了闻, 然后递回玉蝎说,哎呀,师姐,你条手巾这么香, 如果抹了我张儿这身臭汗,那豈不是弄脏了? 玉蝎听他这么说的不由分说,伸手过来就已经替他抹干了额头的汗, 你呀,什么香什么臭啊,手巾仔本来就要来抹汗的嘛, 你这么多讲究啊,就来好像个傻傻恶恶的苏公子那样的啦。 张儿看到,心里面不那么一阵感动, 师姐呀,我,玉蝎见到他眼泪都混了, 玉蝎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, 咦,张公子,你干什么呀,把声是这样的? 啊,啊,啊,没事,我,我觉得有点口干而已嘛, 哦,口干就是嘛, 玉蝎就立刻解开自己的水葫芦, 第二个他说,那,你喝一口水,潤一下喉咙啦, 哦,好啊,好啊, 两人停住脚步,谈了几句话, 再定眼一看,哎呀,张公子呀, 我们快点走啦,你看到桶, 他都不知道走到哪儿了, 张儿望着玉蝎一眼, 半开玩笑的嘛, 师姐呀,如果道童真的不见了, 那这儿就没有其他人, 剩下我们两个的了咯, 玉蝎走走眉头说, 那不行, 咦,有什么不行呀, 我们两个人, 那道童, 岂不是就剩下一个人, 快点走啦, 我们快点走啦, 听着这句说话, 张儿当堂整个人精神一振, 行前两步明知顾问地问, 师姐呀, 你说我们两个, 我们两个怎样呀, 我都没听清楚, 哼, 听不见就算啦, 不是, 张儿心想, 他说我们两个人, 哎呀, 师姐这句说话, 会不会是别有心意呢, 好, 我再找些说话来试探一下他先, 行前多几步他又问, 师姐呀, 你说如果, 如果什么呀, 呃, 没有, 你说如果, 这个天下, 没有了道童, 没有了先生, 没有了苏卿, 也都没有其他任何人, 即是剩下师姐的人, 留在这个云梦山里面, 师姐呀, 你, 那你会怎样呀, 哈, 张公子, 你为什么问了西金这么古怪的说话呢, 师姐你都没答我呢, 那, 我真的要仔细地想一下啦, 如果天下只剩下蝕鱼一个, 哎呀, 那我实会发颠呢, 张儿听到他心当堂高兴, 猛热的鸭头啊, 是呀是呀, 哪个都会发颠的, 师姐呀, 那, 我再问多你一句呀, 如果有另外一个人, 和师姐做盘呢, 那你又会怎样呀, 那, 玉蝕呢, 好像一点都没有想到, 张儿为什么要问自己这些说话呢, 他忽然很认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, 然后忽然间, 嘴角却露出一丝甜蜜的笑意, 这样, 那便要看一下, 这个人是谁了, 说完之后, 他那块面还微微有点红起上来, 然后他就说, 哎呀, 不要说这些东西啦, 快点追上去啦, 如果不是呀, 那小道童, 都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呀, 于是, 张儿就和他一起, 加快脚步, 向前跑过去, 当晚回到自己住的草屋里面, 张儿的心情, 哇, 真好像春暖开花一样, 他由这几句说话里面, 已经揣摩到, 欲蝎看来, 不是已经斩断陈远, 反而, 他对爱情似乎并不拒绝, 那就可以了, 只要师姐, 现在不是一心向道, 已经断绝情思, 那就是说, 我就有机会啦, 张儿虽然累了整日, 但这晚, 怎么都睡不着, 在床上辗转反侧一排, 等到半夜, 他怎么都忍不住了, 起床又走出了屋外, 对着月光, 又想起今天, 欲蝎说句话, 这样啊, 我要好好地想一下, 如果天下只剩下欲蝎一个, 哎呀, 那我实会发疲, 嗯, 有多个人陪我, 这样还差不多, 不过, 要看下这个人是谁, 那个咯, 想到这儿, 张儿突然间疼疼疼, 是咯, 师姐说, 要看下这个人是谁, 那除了我之外, 他想到的人, 还会是谁呢, 是先生, 不是的, 如果他想着要先生陪自己, 他嘴角又怎么会犯起那些笑意, 那块面又怎么会红起上来呢, 因为如果他想着陪着先生过了这一世, 那肯定是要跟着先生去收道啦, 如果他还有尘心的话, 又怎么会要先生陪自己呢, 而且, 如果他一心收道, 这样, 只要天地可鸡, 他又怎么会说, 如果剩下他一个人, 他又会疯了呢, 不是先生, 绝对不会是先生, 那他想会哪个人陪自己呢, 旁军, 孙斌, 不是不是, 绝对不会是, 是苏蠢, 也都没可能啊, 周天子呢, 周天子虽然是他父亲, 但是, 既然, 他为了寻找自由, 而离开周天子, 遁入这个深山之中, 那肯定不会是他, 难道是他姐姐? 都不是, 男人如果有一个烦心, 又怎么会想着, 是要跟另一个男人生活一世呢, 我想女人都是一样, 就算是两姐妹, 但是也不会想着, 跟他姐姐终生厮守的, 那除了这些人, 还会有谁呢? 谁会有可能呢? 哎呀, 难道是大师兄? 将而想想着, 在这么多人里面, 除了自己, 道童也都很有可能的, 因为道童呢, 现在已经漸漸大过了, 他虽然小师者几岁, 但个人聪明伶俐, 最紧要是心底纯朴, 毫无积深, 而且师父曾经说过, 轮到向道的谓心, 在自己几个人里面, 大师兄呢, 就应该说是最有灵性的了, 哎呀, 之前那几年, 自己呢, 还当大师兄是个十元仔, 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了, 他跟我都差不多那么高了, 把声都变成大人声, 整日收到, 使他心智成熟, 智慧又更加却以不群, 再想一想, 在鬼谷的几年里面, 真正整日和玉蝶仪, 可以说是留在一起, 不离不弃的, 就只有道童大师兄, 而不是他张仪波, 哎呀, 那说起来, 他两个人才是志同道合, 是天生一对啊, 好像今天挖药材那样不是, 他在前面玩, 师姐后面跟着, 而且, 他对药材这么熟悉, 而师姐又学医的, 哎呀, 张仪越想越灰心, 想不到在这个世上, 除了我张仪之外, 真正关为师姐, 也值得他施首的, 还有一个, 就是我们的大师兄啊, 一想到自己的情敌, 他已经是以前, 自己当正是他小朋友的那样的人, 张仪又不敢一声苦笑, 天下间的事, 还有比这件事更加滑稽了吗? 一路到了第二天中午, 大家又聚集在草舍前面聊天, 张仪因为有心事, 所以一直都低头不出声, 鬼谷子和苏秦聊了一阵, 见到张仪坐在那里, 一声不出声, 而双眼又时不时地偷偷地望着玉蝶, 他忍不住问, 张仪, 我见你今天心神恍惚的,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? 张仪被鬼谷子一问, 当堂的面都红了, 哦, 不是啊, 弟姐在回味着, 先生传授的传摩之术而已, 哦, 那有什么领悟啊? 传可以审时度势, 摩可以亏人心事, 这两件事都非常重要, 嗯, 这么解释都算是简明厄要, 有这样的领悟很难得的了, 常言讲得好, 知己意知彼难, 学识揣摩之术, 就是要知道对方心意, 你们如果能够灵活运用, 对手的形势心事, 就会了言于空, 所谓, 知己知彼, 百战不害啊, 苏秦在旁边忍不住问, 打仗有输有赢啊, 师父, 如果我们揣摩到对方的心意, 那怎么才可以赢呢? 一个是权, 一个就是谋, 什么叫权谋啊? 权, 就是权行利害, 谋, 就是囚谋打算, 张儿的心一动, 哦, 先生啊, 如果揣摩了对方的心意, 然后我们应该怎样权行得失, 又怎样囚算出声, 这样才可以说服到人家呢? 所谓揣摩之道, 都是有规律可循, 如果, 你已经揣摩清楚对方的心意, 有权行清楚相互的利弊, 那便要决定如何出声争取呢? 一般来说, 这些都要因人而议, 如果你要说服的是一个智者, 这样就要从博学方面去取捨, 如果这个是个权贵, 那便要因势利益, 如果这个是个富有的人, 那便要引领他向更高处着眼, 如果这个是个穷人, 那便由之以利, 哦, 先生, 我明白了, 你的意思就是, 权行之后, 就要看看是什么人, 见什么人, 讲什么话, 见人讲人话, 就见鬼要讲鬼话, 哈哈哈哈, 没错, 那这个是单纯辩论而言, 如果想争取对方, 辱成自己一件事呢, 这样也有规律可遵的, 正所谓谋阴就不谋阳, 谋师就不谋功, 谋期就不谋正, 还有就是谋事必阴, 谋君必期, 谋臣必师, 将而是反复咀嚼着鬼谷纸的这句说话, 师姐对于我来说, 就好像国君一样那么重要, 那如果要筹谋说服师姐, 就一定要用一着奇兵, 那看来, 我一定要想清楚一条计, 看看师姐心里面究竟有没有我先, 如果他心里面有我, 那我就再向他表白心意, 你了,